在這邊跟這邊會有很多的毛屑 在上面 兩公分到三公分不等 出國回來 愛車卻像是經歷貓狗大戰 貓毛 狗毛 還有腳掌印 布滿整輛車內部 第一時間察覺我以為是灰塵 我就把它剝掉了 結果後來我老婆要副駕座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的動物的腳印 仔細喬 駕駛跟副駕把守都是灰塵 第二排座椅明顯有大量白色毛屑 擋風布地上還有大大腳掌印 門把不明的白色爪痕更是擦不掉 一群小狗擠在車上模樣可愛 但有養毛小孩的 就知道座椅要特別包覆 否則毛屑要清理沒那麼容易 楊先生上個月底出國歐洲玩十天 把愛車交給淘機旁的停車業者 沒想到回國後 愛車像是被入侵過一般 車子交過去 鑰匙交給你 你結果是說貓狗自己開門跑進去 還是說自己闖進去 我們這點說法我們是比較不能夠做接受 問題來了 貓狗不可能自己跑上車 第二個究竟是誰開了車窗車門 但我們唯一可以缺點是 他們在車上待了一段時間 而且腳都是濕的 出國期間遇上台灣下雨 這群貓狗跳上車 踩的都是黑色的髒沙子 乾掉後變灰塵 成了入侵的鐵鎮 進車塔的那一段有可能 因為可能車窗沒有關 現場有可能是野貓 還是會幫客人去做那個車內的一些清潔跟美容 業者坦然舒適 SOP流程也有問題 其他車主都可能被野貓野狗搗蛋 楊先生一家人原本出國遊玩的好心情 卻在回國愛車遭惡搞心情蕩到谷底 記得楊宗憲臨終見 就觀展台北報導